我們跟老師介紹一下在OneNote裡面 您可以怎麼樣去瀏覽教材 首先就是說因為各位已經先加到群組了 我們主要的課程的教材都放在任務裡面 等於說你可以一次上課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任務 那這個任務裡面可能有十個教材 可能有十個教材 那類似像這樣 那這種是我一般就是研習的時候 我會像這樣用 那如果不是研習的時候我會怎麼用 比如說可能學校裡面有十八週的 二十一週的 像昨天晚上我在上這門課 那他們的任務我就會用第一堂第二堂 有沒有用這種方式 好用這種方式 而且呢我會把以前的我 我看一下這裡 第一堂 有沒有看到歷史教學影片 老師你曾經講過的課不要浪費 那也是你 所以我都會叫以前的我來教他們一下 不要浪費 真的真的 我滿喜歡玩這種穿梭時空的嘛 演戲就是這樣對不對 那所以可以找到以前的東西 你就可以來教他們 那這個是 如果比較一般課我會像這樣安排 當然其實你怎麼安排都沒有關係啦 那只是說我的使用方法 那我們主要的內容在這邊 你看打開之後 像我們今天演習這裡打開 如果你要看哪個教材 你就點他一下 就可以進到這個教材裡面來 就進到這個教材裡面來 那麼進到教材裡面之後呢 好 因為我用玩弄大概差不多一三年了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蠻不錯的 也超過一百個群組了 那麼您在看這個教材的時候呢 你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筆記 也就是說平常老師 我們如果同學也好 或是自己在做筆記的時候 你可能都寫在紙上 但是呢在這裡你可以跟筆記跟教材 結合在一起 那你可以試這種文字式的筆記 也可以是什麼 也可以是圖像式的筆記 叫做收寫筆記 不過收寫筆記的話呢 各位需要安裝有擴充工具 好 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所以你如果這邊直接按一下 他說沒有 有沒有 他說你要安裝一下 那我這邊就順便安裝一下 他有Google Chrome的 有這個火壺的 也有各位老師 也許有的人用那個蘋果電腦 對不對 Suppery的都有 我就把它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右上角這裡會多一個 好 增加 好 有沒有 是不是右上角就多一個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特異功能會不一樣 來 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所以老師如果您加入之後 原來的頁面要重整一下 好 你看一下囉 如果我在看這個篇教材 那我發現下面這個 因為平常如果是網頁上的內容 你可能要那個比較麻煩嘛 對不對 你看我按手寫筆記 他會自動把我現在看的畫面抓下來 有沒有 你就可以塗鴉啦 這裡 這裡 好了 就按提交 有沒有這個 對不對 我的教材 其實老師這樣學習也很好啊 對不對 你就可以跟他在 那你可以有多個 所謂的這種文字的筆記 或是圖像的筆記 都很方便 都很方便 那上面這裡呢 上面這裡 還有一個叫單元說明 單元說明 這個是如果說您的教材裡面有什麼 要同學特別注意的地方 你可以在這邊 他一進來就會先顯示 好 會先顯示在這裡 好的之後呢 你可以按看完了 沒有看完也沒關係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 有一個人在走 表示什麼 我已經有看過了 好 有看過 如果你勾這個看完了 有什麼不一樣嗎 教材看完跟正在看不一樣 對不對 了解齁 那當然我們後面還有影片的 還有影片的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 我就是不是就比較清楚了 比較清楚 所以這個是在他看 我們這個教材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這個任務裡面 不是有好幾個教材嗎 您除了從這邊回來這邊以外 也可以從剛剛這裡有沒有 點下去可不可以直接跳 也可以從這裡直接跳 或者按下一個 他就自動往下走 這樣也可以 好 這樣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跟 可能跟老師以往 您看到的那個比較不一樣 哦 看看 這麼多老師 你點到這個 你會知道這是誰 就是他那個顏色 那個顏色 好 那我們來看這裡 剛剛呢 我們看的都是什麼 好 剛剛看的教材是屬於 就是文章式的 對不對 我這裡有這種 影片式 好 找一個 誒 剛好沒有影片式的 影片式的教材 哦 這裡有一個 來來來來 這裡 有沒有影片的 誒 影片的就可以做更多哦 你看哦 一樣的 哦 因為他可以 結合什麼 YouTube的影片 還有結合Vimeo 這在國內用的比較少 但是在國內YouTube 應該沒問題吧 對不對 好 一樣的齁 在右手邊這裡 有手寫筆記啊 寫字筆的都沒問題 好 按一下 好 他現在開始播了 好 把這個聲明 好 假設呢 我已經看到這邊了 那麼你看 好 當我按下確定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有沒有連你看的時間都記住了 誒 這是最重要的 今天如果我已經看到最後面了 假設你已經看到最後面了 那你只要按一下這裡 有沒有 馬上退回來 因為你是看這裡才寫筆記的啊 你了解意思了齁 所以這樣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對我們在做筆記又更方便一些 其實以同學來講也很方便 那這些筆記的內容 老師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看得到 等於說我就不用在這裡請同學 繳交看影片的心得不用 就寫在這裡也可以 那萬一剛剛老師謊神了 可以直接倒退10秒 有些時候不小心會有謊神 你這樣就倒退10秒 你就不用在這邊移動 所以這個是在影片裡面 他有比較特殊的這個 看教材的方法 這樣老師對看的方法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一起來玩玩測驗題囉 是的 這樣你就會發現 我們的互動好玩玩弄得好玩就在這邊 好